开了这么多棋 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 最紧张激烈的一场球 因为三局都是加分 然后最后我学生就显胜了两分 我学生就显胜了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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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算里面男的揭发球呢 主要还是 也是目的性不要去祈求 因为这样很容易 被对方挑起来 一挑起来 如果没有两个没有商量好的话 女同伴就会往后走 一往后走的话 就形成女同伴在后场 这样的话有威胁就不大了 男同伴揭发球 可以稍微多一点 就是深一点的球 然后呢先形成双压 落点深了 然后对方回处的时间就会长 那我们这边呢 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连转 然后呢就可以形成 女前男后的站位了 之前我是在羽毛球中心 现在我在中大 因为其实运动员跟学生 我觉得他们都会面临的运动员会退役 学生会毕业 因为我是软件工程专业的 就算以后出来做一个马农 做一个程序员 也能有机会去 继续去打羽毛球 我退役之后 其实 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其实 现在我还在读大学 等大学毕业 估计也还有三四年 也还有一个周期 所以我其实现在 还没有什么打算 我不会后生下来 还能先回来继续练 等以后的比赛 有机会还能继续上去 现在呢 其实我已经来到了大三了 所以我也要为自己的未来 做一些规划 然后其实经过 我跟我家人的商量 以及我自己的考虑之后 我是决定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出国去闯一闯 或者说是留学 进行更深一步的学习 我觉得这就是选择的问题 不一定说 可能你选择的这个工作 可能人家不一定觉得 是非常体面 但是我觉得还是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还是 跟着自己的感觉去走吧 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年轻人 如果你现在 你有机会去圆你自己的梦 你都不去的话 其实当你年纪大 你更不敢去拼 所以我觉得 真的自己想 怎么做 还是我觉得是 真从自己的内心吧 就是大胆去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 最重要的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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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